cowboy�裝 of you 大家辛苦了 嗨 我們是某 是為什麼呢 Bueno 10月16號是什麼日子嗎 台北時裝週嗎 沒有錯 我們就是這次要來看你準備了些什麼 其實我私下呢 就是走一個蠻隨性style的歐美風 那因為我喜歡運動 幾乎天天運動那一種 所以通常還是會結合一些比較隨性的 運動風的look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我私底下也是蠻喜歡簡約風格 我不喜歡太繁殖 那你有想要嘗試的風格嗎 我自己其實還蠻想要嘗試那種比較偏正式 帶有女性的優雅 又帶有中性的帥氣的正式帥妹感的那種style 就是紳士正裝那種明媛風的感覺 對可以這麼說 好像跟你以往的穿搭很不一樣 是啊 因為大家也知道我Mayfit就是一個健身的形象 我突然來一個正式的穿搭 大家好像會覺得很突兀吧 但感覺應該蠻適合你 那我們其實有準備了秀錢的小驚喜給你 你想要看一下嗎 好啊好啊當然好 這套美穿應該也會很漂亮 這個設計其實蠻大膽的 那我裡面換什麼 是這裡嗎 是沒有錯 我們今天請到了欣瑞設計師 來幫你做造型 SURPRISE 嗨 我是YESTI的設計師 你好很高興YESTI 哇這都是你設計的啊 其實這邊是從我們很前面一季到近期的 然後今天都幫你準備一點有點粉色系的 其實我最近剛好想要嘗試就是比較帥性的西裝風格 對就是我私下的西裝比較偏修身 因為我是喜歡運動 所以我基本上穿搭還是比較修身類型 但我最近也滿想要嘗試一種寬鬆風格 比如說像我們這種個子沒有那麼高的女生 要怎麼把寬鬆的衣服穿得時尚有心呢 就是我們每一個系列衣服其實都不修身 就是我們主要會利用衣服的結構感 比如說我們會放一點電尖在這裡 平常修身衣服你會看到就是這邊會很這樣子 對 那我們就是放棄那些很女裝的部分 但是利用這種外面的結構感 像你穿起來的時候就會很精神就看起來很高調 對就是她妹穿應該也會很漂亮 因為她背很漂亮 這個設計其實滿大膽的耶 那我裡面穿bra 就不穿 這種束口 我最喜歡這種 就是很適合懶人你知道嗎 然後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可能就是裡面就是穿那種小可愛 然後或者是不是搭一件bra 或許這樣造的就可以出門了 我會給妹穿就是很簡約的穿法 因為平常我們會有點疊穿 比如說這件會再搭什麼外套 會有點層次 可是我覺得妹本身就很有自信 然後又很漂亮 所以我會盡量以最簡單的方式去幫她搭配 因為最極簡的樣子就是 最能呈現她原本漂亮的那個本質 是一個極簡的女裝品牌 她的名字其實是我的名字的眼跟單詞entity代表一些抽象 這種卻存在的事物 就是你看不見她 可是卻很重要的東西 比如說理念啊 思想或是議題 所以我們每一季背後都會講一個故事 就是用服裝去傳遞我們想要講的話 那今年時裝週也會有這樣 就是希望大家會期待我們這次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次要講什麼議題 雖然她是女裝 可是其實我們的版型 還有我們一些設計的想法 是從男裝出髮的 所以她有男裝的輪廓 卻有女裝的系列 我們這一次選的西裝外套 其實她背後有一個開場 所以她會顯現妹原本很漂亮背的線條 因為就是看她平常的穿著 也不會過於裸露 她也是很簡約 所以我們想要就是順從她這個本質 不會讓她過度的露太多地方 是小小的 然後整體而言還是很簡單的 唱一唱一首歌 所以她就是 最後一首歌 現在很難 你是小的 是小作人一首歌 是小物人的 就是那天氣 我跟自己有選擇 是小的 是小的 但是我跟所有的 都不一樣 會是小的 是小的 像是變了一個嶄新的人 我覺得有帶出我心中一直想要呈現出來的 野性有大方的帶有女性態度的一種力量 那老師呢?老師最滿意改造的部位是哪裡? 我很喜歡就是剛剛背那個開掐的地方 然後把妹的線條背部線條襯托得很漂亮 然後我也喜歡整個西裝的輪廓在她身上 看起來很有自信還有很有氣勢 我覺得這個服裝可以強化一個人的氣場 那我覺得很像我在做健身鍛鍊這件事情 其實是把沒有自信的我變成是一個另外一個有自信的人 那我覺得因為我今年滿25歲嘛 我覺得我在25歲以前就是急於想要展露自己 或者是急於想要獲得別人的認同 那我覺得呢這套衣服就是 就是我並沒有想要刻意地向大眾所展現什麼樣的我 我就是這樣子有態度跟有自信的我 所以我很謝謝婷妍 就是把我內心想要成為的樣子給展現出來 大家一定要記得10月16號 記得收看台北時裝週的壓軸大秀 我們線上見 掰掰 掰掰 照片標籤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